女人的舌头粘在铁管上 无论怎么用力 就是拔不下来 半天后 看到旁边站着个女孩 她急忙出声求助 女孩披散着头发 一步步走了过来 可下一秒 她竟然掏出一把剪刀 吓得我赶紧躲进安全屋里 就在刚刚 小美一觉醒来 发现舌头竟然粘到铁管上 吓得她哇哇直叫 不停的挣扎 正当手足无措时 一个女人走了过来 她急忙大声求救 女人停下来一看 说 幸好上次听了你的话 1104那个女孩不是好人 前几天还跟我借钱了呢 要不我可就麻烦了 随后就走了 根本没给小美说话的机会 她很生气 用力拽着舌头 可根本没用 半天后 突然一扭头 身后出现个男的 你说1104的话 我都传出去了 随后走到跟前 恶狠狠地说 那些话都是骗人的 你就是个大骗子 然后转身就走 小美还想辩解 可根本走不开 之后不停地有人拍她的肩膀 还说 1104的住户很古怪 一点都不好 门上贴着驱魔符 我不会跟她玩了 一时间 无数声音传进脑海 都是她之前造的谣 小美彻底崩溃了 一阵抽搐后 就晕死过去 深夜醒来后 看到旁边的阿飘 她走过来后 掏出一把剪刀 冲着舌头割了下去 小美往后一仰 扑通一声倒在地上 伸手摸了摸舌头 万幸的是 舌头还在 那么问题来了 你说 这是不是长蛇腹的报应呢 一个怪物出现在身后 它有尖尖的牙齿 男人回头一看 却什么都没发现 原来它还在晒太阳 突然水里游过一只怪物 吓了男人一跳 她急忙起身 四处张望 觉得自己眼花了 于是又躺了下去 可下一秒 她就被撞进泳池里 幸好只有梁米神 她非常害怕 急忙爬上游艇 骑在上面后 四处张望 可还是没发现问题 随后告诉女友 水里有东西 可她根本不相信 还戴上耳机 音量调到最大 这时怪物又瞄准游艇 用力撞了上去 男人再次落入水中 手脚用力 不让自己沉下去 这时怪物出现 赶紧点赞加关注 评论区狗头保护 可回头时 怪物却不见了 正当它纳闷时 被拽入水中 它拼命挣扎 钻出水面求救 可女友根本听不到 尽管它水星好 可也经不起折腾 钻出水面后 以最快速度抱住游艇 随后一用力就爬了上去 可脚还在水里 下一秒 又被拽了进去 这时女友发现不对劲 摘下耳机和太阳镜 向泳池望去 里面只有一条泳裤 她以为男人又在开玩笑 戴上眼镜后继续晒太阳 定睛望去 窝了个乖乖 怪物竟然是条美人鱼 就是长得太难看了 男人把听诊器放到墙上 想给墙浩浩麦 还用手敲了敲 里面竟然传来婴儿的哭声 她急忙摘下耳机 在墙上画了个叉 小伙拿着开天府就想把墙砸开 却被拦了下来 因为可能伤到孩子 就拿来切割机 在上面切了个三角形 随后把木板砸开 紧接着用出大粒金刚纸 把坚硬的木板掰开 没一会儿就露出个大洞 后面就是下水道管子 原来婴儿被困在里面 黑妹急忙扔下书包 跑到楼上 挨家挨户敲门 让他们不要冲马桶 否则孩子会被淹死 突然出现两个人 看到佛波勒后急忙跑回屋里 无论是什么敲门都不开 她低头一看 发现地上有一滩血迹 知道事情不简单 用力敲着门 门刚一打开 她就冲了进去 来到卧室里 看到一个女孩躺在床上 掀开被子一看 床上也有血迹 不过女孩却昏迷不醒 另一边 消防员用切割机切开管子 顺时流出无数水来 可顾不了那么多 把管子取下来后 放到了地上 再切割成小段 终于看到了婴儿的头 小伙儿用出吃奶的力气 想把孩子推出来 可惜失败了 随后拿来论滑油 倒在孩子身上 稍微一用力 孩子就露出了头 没过多久 婴儿就被推了出来 却没了呼吸 做心肺复苏也没有用 这时队长把大拇指伸到孩子嘴里 从里面抠出一团黄色物体 他这才哭了起来 紧接着抱起婴儿就跑 送到了救护车上 孩子妈妈也被救了上来 这边刚忙完 另一边的小伙儿就掉进骨仓里 马桶里有一只细嫩的小手 他外酥里嫩 还长着长长的美甲 女人非常好奇 一步步走了过去 可刚走到近前 突然手指动了一下 女人身子一震 直直地倒了下去 无论怎么叫都叫不醒 幸好还有呼吸 小帅急忙拨打120 请求帮助 刚挂了电话 门铃就响了 原来小区保安收到消息 来看看什么情况 可看到地上躺着个人 顿时就慌了神 急忙搜了过去 发现他还有呼吸 小帅说 是那只手干的好事 保安扭头一看 顿时傻了眼 以为小帅要毁尸灭迹 于是拿起旁边的马桶砖子 怼了过去 差点把小帅熏死 正在这时 门铃响了起来 小帅前去开门 还叮嘱保安 不要去马桶那儿 可保安根本不听 拿起马桶砖子 悄悄走了过去 小帅打开门一看 原来是几个啵啵啵 可看到厕所里 躺着两个人 立马把小帅控制住 小伙走过去 摸了摸保安的鼻子 又听了听心跳 确认已经死亡 突然小伙看到马桶里的手 顿时慌了神 急忙掏出手机 拍了几张照片 当作证据 还给怪手拍了张照片 队长让小伙把手拉出来 他慢慢向前靠近 可根本不敢接触怪手 于是戴上橡皮手套 一点点向前伸去 突然怪手动了起来 一把抓住他的胳膊 马桶里有一只细皮嫩肉的小手 小伙戴上手套 慢慢向前靠近 想把里面的人拉出来 突然小手伸长 一把抓住他的胳膊 向马桶里拉 其他人健壮 急忙跑了过去 和三人之力 终于挣脱出来 怪手不停地晃动 把目标锁定了胖哥 胖哥感觉到危险 向墙壁靠近 下一秒 怪手伸长6.66米 一把抓住胖哥脖子 把他提了起来 随后手一用力 只听嘎嘣一声 胖哥就倒在地上 没了动静 而怪手则缩了回去 幸好厕所足够大 其他人躲到远处 小帅想开门 出去救援 不料另一边 被怪手抓住 根本打不开 队长拿出三星手机 想请求支援 可厕所里 根本没有信号 气得他把手机 扔了出去 却被怪手抓住 随后扔了回来 直接插到门里 这时队长发现 保安的指甲 有五厘米长 手指还动了一下 随后整个手 不停地乱抓 难道他变成僵尸了 小帅从柜子里拿出消毒液 队长把消毒液 倒在保安手上 刺拉一声冒出无数白烟 另一边 小帅用力一摇 40岁的妻子终于醒了 这时队长把消毒液 扔了过来 他对准保安的手 不停地喷了几下 与此同时 小伙抓住队长的腿 翻过身就啃了起来 小帅哐哐踹了几脚 可没有效果 于是把消毒液 倒在手上 队长疼得一声大叫 小伙这才松开手 他们必须逃出去 小帅冒着生命危险 跳到胖哥身边 从他兜里掏出一个打火机 突然怪手一把 抓住他的脑袋 这是一只有味道的手 已经把三人变成僵尸 小帅刚从兜里 掏出打火机 怪手就伸了出来 一把抓住他的脑袋 吓得小美哇哇大叫 可小帅并没有慌 把打火机扔了过去 小美点燃打火机 喷出消毒液 顿时拦起熊熊大火 怪手吃痛 这才犯过小帅 随后对准手机 喷出了火焰 幸好这是三星手机 在爆炸方面绝对遥遥领先 下一秒 门就破了个洞 小帅伸出手想开门 不过立马缩了回来 从洞里望去 一只怪手正握着门把手 他点燃打火机 喷出熊熊大火 这才打开了门 可抬头一看 立马呆住了 墙壁上伸出无数怪手 这可怎么过去 两人正在犹豫时 一只怪手捂住了小美的肚子 小帅踹了几下 可没有丝毫效果 只好用火烧 这才逃过一劫 看来怪手确实怕火 于是小帅脱下衣服 绑到马桶枣子上 这时小美却不害怕了 摆了个帅气的pose 随后点燃衣服做成火把 小帅喷出杀虫剂 大火更加猛烈 比三味真火还要厉害 怪手被烧得支挖乱叫 小帅趁机使出凌波微步 快速逃了出去 再次醒来后 发现自己躺在医院里 而且头非常疼 还以为自己之前在做梦 他问医生妻子怎么样了 医生却说母子平安 孩子非常健康 小帅顿时蒙了圈 突然医生大吼一声 玻璃上竟然出现一只怪手 怪手是一部视觉恐怖片 可根本没交代是怎么出现的 未知才是最恐惧的 你觉得他是怎么来的呢 都很不得你 小帅顶 还lusion